看得可好看了 妈妈刚才说天气凉了 就怕你这个生病啊什么的 因为长这么大嘛 每年一到这个快入冬的时候 它的免疫力就是跟不上 就是这种病最怕得上呼吸道感染 因为在鬼门关之前 转了好几招了 包括现在都是每年都靠这个 树免疫球蛋白去给它提高免疫力 这多长时间树一次啊 严重的时候都是 气候要是冬天长的话 一年两次 正常的话是一年输一次 这也挺贵的吧 当时和他爸爸正离异 身无分文 没有可以落脚的地方 然后那时候我父亲也过世了 妈妈和现在的这个 后老伴共同生活 然后这时候妈妈给我打电话 没出去上这待一段时间来吧 就你离婚连房子也没了 在南门农村的 这个女儿出嫁了之后啊 是不可以去回麻家这块的 尤其家里边有哥嫂的 有老令 后老伴嘛 没嫌弃我们家俩 让我们上这儿去了 去了之后吧 我妈妈当时也是六十多岁了 她一辈子没上过班 因为我父亲在世的时候 家里边日子说不上大富大贵 起码说我爸爸有自己的工资 做点小生意有一定的收入 她不用去为了生计 去那个过多的操劳 那段时间她为了生活 支出她去地毯厂 去做这些手工活了 补贴家用啊 我当时我非常的自责 也懊悔 然后还没有能力 去改变这个家的现状 然后我们娘俩在这儿 待了一边时间都特别崩溃 归女这时候说 她说妈我想出去旅个友 我们娘俩包袱款款 推这个婴儿车 我就去出发了 那去哪了 去了巴大处 还真的是来了北京 在这边看看 然后当时孩子的心愿 是去海洋馆 去长城 去动物园 去了吗 全去了 真的 就为了满足她 这个女儿讲这个经历的时候 妈妈一直在落 我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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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